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23周年 亦对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 首个回归纪念日 湾仔金子京广场早早有升旗仪式 七一前夕政府以宴布号外的方式 公布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具体条文即时生效 条文列明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定义和法则 包括分裂国家、颠覆国家政权、恐怖活动 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下午有大批人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 有人堵路纵火 警方驱散又出动水炮车协助 至少180人被捕 涉嫌非法集结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等 又首次引用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拘捕其中7人